歡迎收看每週五 晚間十點 看見全球 看見部落的 里馬新聞世界 只要提到花蓮加山空軍基地 這塊土地 會讓Gadanga部落的族人 心情沉重 因為在四十年前 政府的加山計劃 徵收部落土地 讓原本住在這裡的 薩奇萊亞族人 只能牽村 而被迫 痛失家園及耕地的他們 這些年散居在各地 曾經熟悉又美麗的家園 現在成為被圍在 高高厚厚的圍牆裡 無法跨越 有年輕族人 透過文物調查計畫 喚起老一輩族人 對原部落的集體記憶 也把文物調查 與收集成果 在當地舉辦 加東枝亞展覽 讓這個展示空間 成為全市部落 歷史流變 以及族人 與過去經歷和解的場所 失去這件事情 如果你從來沒有擁有過 你不會覺得失去會痛苦 這是真的 對我來說就它不痛苦 它不過就是一個名詞而已 但它真正會讓我們覺得 失落或者是遺憾 或者是悲傷 它是日積月累的 它會是在 每一次家族聚會的時候 他們在喝酒當中 那種小小的嘆息說 我們好久沒有相聚 以前我們在加東枝 點點點點點 是 與我們一同的 還會 大家 往 dick 在那裡 有 雄 還是 主人 因為我們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現在看到這個消失的Gadangka 以前是我們一起共同生活的部落 現在消失了 看不到族人 所以心裡一看到現在變成機場家 心裡就好像有一種很空虛 或是很傷感的一種心情 他們其實不太提這件事情 他們不提的原因是因為 這些事情提了都傷心 他們提的意思都是那是一個地名 然後會說就是現在的家山基地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以前的回憶的 給我們知道的訊息非常非常的少 講在更多的就是喝酒喝再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話就是 如果不是因為當時我們的地沒有了 我們不會過得像現在這麼辛苦 原來是我們是殺雞殺鴨的交流戶了 交流戶了 我們跟我去學 叫虛蟲 不要這樣還沒問題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在家在用 因為它那已經是國防基地 它已經是蓋好的 那現在我們整個國家的狀況來說 我們又常常聽到什麼攻擊勞台 然後什麼戰爭的危機等等的 所以國防部其實並不會想要那麼輕易 去同意說要做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推動 但是我們的心裡還是希望是說既然是在提倡這個轉型正義 那我們還是要把這個在我們沙奇拉雅族心裡面很久的傷口 給它做一個撫平或者是一個治療 所以我那時候就提一個案子就是說 既然我們的土地拿不回來 那我們先把文化先找回來 我們一方面做把文化找回來 那二方面我們可以做一個展覽 那因為負責的單位是文化部的文資局 那剛好他們就有一個文物的普查的計畫 那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努力跟討論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橋搭起來 最後面才成型的這個 Gadanga的部落文物普查的先起計畫 其實一開始它不是叫加東執雅啦 它其實一開始它是叫做Naruma-an 我們是用的一個故鄉就是說 故鄉請開門這樣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概念 是因為第一次在伊朗阿古 該那個加林橋 然後它的過那個加林橋 剛剛好那邊就是軍營 那以前他們的故事是說 他們以前尾部落都會走那條路 就會過橋 阿彈牙若朵就到部落了 但是現在呢 你過橋之後那邊就是軍營 所以那時候在想 是想說為什麼會用這個故鄉請開門 也是因為希望是說 我們大家去經過那個橋的時候 那邊還有一個故鄉可以等著我們 但是後來呢 我們在討論這個展覽的時候 實在是覺得說這個名字實在有一點點讓人難過 對 會覺得是說 阿彈牙若朵 因為我們的故鄉沒有了 所以才是這樣講 想一想好像太難過了 這個展覽人家不是怎麼開心 那我自己在後面突然就是在跟其他的夥伴討論的時候 就想說那不然我們換個名稱看看啦 我們從頭開始 那這個計畫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形象就是說 因為我們最早找到的文物是一個比較老的 牙拿巴 就是那個很老的木舊 那那個木舊就是也是用那個加東樹去做的 那我們想說那不然這樣子 我們就在這個木舊的上面呢 就放上一個小樹芽 就很像是說這個 雖然說已經是死樹 但是它還是可以再重新長芽 好像有一個新的生命力 那一堆才會產生叫做加東枝芽這個概念 我的確是透過這次策展 我才更了解這些故事 當我一開始接到這個任務要去做的時候 我心裡是非常忐忑的 因為就代表我們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打開多少人心裡頭 不願意再提及的那個傷口跟往事 對我一個沒有部落生活經驗的小孩 對他們而言也很陌生的來說 我其實心裡是非常有壓力跟不安的 然後我也覺得這麼多的情緒 到底有沒有可能承接出來 其實做這個展很煎熬 很煎熬 就是當初展覽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大家在討論就是說 希望展場可以有一個區域 就是說可以製作跟展覽相關的庫卡 那其實我這些 就是展場現在看到的這些庫卡的畫面 其實都是來自於那個時候在做這些文物普查的過程之中 有一些跟族人的訪談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那些生活回憶的那些紀錄 然後所以這些畫面都是從這些故事裡面去產出的 如果有來展場的話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意象 就是它除了就是族人使用文物的那個畫面之外 它其實旁邊還有一個很巨大的一個巨人的一個形象 對 那那個時候在思考這個巨人的形象 我自己的想像是不是把它當成是一個單純的一個靈而已 它比較像是因為過去族人在Galanga生活 一起生活的那種記憶也好啊 情感也好啊 就是那個東西是很 我覺得對現在雖然他們都沒有辦法再回去自己生活的地方 但那個意念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強大的 畫到最後就是有一張對我來說是比較特別的一張 對 就是嘉玲橋 那嘉玲橋也是我們整個展場裡面唯一是 你在展場是看不到它 你一定要到嘉玲橋的線紙去看到這個東西 對 那我那個時候在畫這張的時候 我其實有很多的 自己畫一畫一會有一點感觸 對 因為你如果有到就是嘉玲橋現場 其實就是橋的對面 照理來說應該是能夠直接回到族人生活的地方 但是你現在到那個地方 橋的對面就是一堵圍牆 對 然後這個牆是你沒有辦法 就會沒辦法跨進去的地方 就是它過去明明是這麼熟悉 這麼緊密的生活的居所 可是現在是就是基地 然後你要進去是變得非常的困難 那我那時候的想像就是族人可能就是遠遠的在橋的這一段 遙望自己過去生活的土地 那我的巨人在哪裡呢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這個 我都叫它嘉玲橋巨人啦 結果我覺得嘉玲橋巨人就是它因為是在原先嘉玲橋那個土地 跟著人們生活形成的一個意象 那或許我的想像是它其實還在 只是它就是在那個土地就定在那裡了 因為過去是過去跟它一起生活的這些族人 已經沒有在那個地方 所以大家是離開了它 但是因為它本來就是依著土地而生長出來的一個意念 所以或許我想像它就還是在圍牆裡吧 那在這個展當中我其實很希望是說能夠達到一個溝通 因為展覽本身就是一個溝通 那除了是說讓別人認識這個議題之外 更要緊的是說能夠讓嘉玲橋自己的後代 然後也能透過這個展覽重新認識這個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以前的部落是什麼樣子 當然我們不可能把那個部落整個這樣搬回來 那我們想要呈現的是一種感情 一個記憶重新在這個地方去醞釀 那在這個展覽裡面最特別的地方是我們放了一個書桌 那那個書桌上面旁邊我們也擺了一個米菜服 然後上面也擺了一個飛機 然後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當兵的人的一個桌子 但是這個桌子上面呢我們放了一個地圖 但是那個地圖呢我們已經把它做成是一個拼圖的樣子了 我們刻意不去裝那個拼圖 不是說我已經擺好了很好看的就是那個拼圖 但是你拼圖回去之後你就會看到說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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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不覺得這樣殺起來會團結 我們會有彼此溝通的機會嗎 有時候只會越溝通越混亂 但是在這個展當中 我們可以去認識一個曾經的薩基亞的部落 甚至這個部落現在也不存在 但是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原來我們這個族群有一個這個故事 然後這樣的一群人現在也在我們生活當中 那我們也不用去太強調說 一定要土地拿回來 因為土地拿回來這件事情 困難而且也麻煩 當然是你那個土地到底要給誰 誰要管 怎麼管 那個都會是很複雜的事情 我們的力量沒有到那邊 但是我們可以先做的事情是怎麼樣 讓人在這個當中的受傷能夠好起來 這個是我覺得可以提的可以做的事情 那也請大家禱告吧 希望可以能夠有成功的那一天 還有那個包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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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包圓做的很激 就像 這一個是 魯凱族就好茶的傳統石板屋聚落群 是台灣目前唯一一個被列入國定古蹟的原住民文化資產 這個地方也是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教授 台幫傻傻論的出生地 4月5號 他終於完成心願 在舊好茶部落舉辦家屋落成及命名儀式 離開47年 終於能在老家自主修復石板屋古蹟 對比早期政府各種原因的千村政策 重建石板屋行動 可以看成是對現代體制的一種抵抗 也是一種身份存續與找入回家的行動 更是跟過去的自己找到一個對話機會 所以,我們來看一次的行動 我們就是在火災的行動 我們在火災時開墓 我們就要在火災時開墓 我們也是在火災時出現的地方 我們在火災時開墓 然後,我們就要在火災時 我們在火災時開墓 我們就要在火災時開墓 然後,我們在火災時開墓 我們這是一個朋友的朋友 我們可以尋找一個朋友 讓我們在山上 我是在這邊出生長大 然後也是這個 酒好茶的國小的最後一屆的畢業生 也就是所謂的末代學生 那個時候是1977年 民國66年 那畢業之後呢 整個全村就 全村牽到山下的叫做 心好茶的地方 對 那小時候因為在這邊出生長大 所以有很多的這一類的這種 小時候住在這邊的一些 我們覺得很甜蜜的 非常美好的這個回憶 一直在 就保留到現在 所以對這邊的想像或是回憶都是很浪漫的 很有這樣子的一個懷舊 還有感覺好像就是生活在 一百多年前的原始的社會的感覺 所以一直到現在這樣子的一個 記憶都一直停留在自己的腦海中 這個也是觸發我 在人生這個就是 快要就是準備從職場退休之前 就有這樣的一個心願 想要找回喜日的小時候在這邊的美好回憶 這是我回來的一個很大的動力 就是跟過去的自己 找到一個對話的機會 其實30年前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有回到新好茶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的部落的尋根 還有一些的這個文化的體驗活動在救好茶 那個時候也是因為我 從國小畢業一直到大學 都沒有再上來 所以就差不多十幾年的時間 後來我就大學畢業就回來 然後開始在這邊推一些所謂的 重建救好茶的相關的一些活動 但是那個時候 我們只是一種文化的尋根 以及這個文化的保存 雖然我們很想說有一天 是不是有機會讓我們這些倒塌的石板 可以有機會把它修復起來 但是那個時候還是停留在想像 還沒有還沒有不敢去 就是覺得說這件事情會成真 當然經過這個30多年來 那秋巴或是其他的 像小獵人或其他的族人 逐步的透過修復石板物 然後找到回家的路 那我那個時候是有參與了那一段 最早的這個重建救好的運動 後來我又有 因為自己本身有一些的 比如說我還去讀書 或什麼又是在平地工作等等 所以就後面這個部分 我就等於是就沒有再參與了 但是那個修復的那個想法 跟種子已經種下來了 只是比較往開花 可以這樣講 就是比較慢落實實現 對 那這整個石板物的那個修復工作 會碰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當然就是家族知不支持 家人知不支持 因為很多族人會覺得說 上來這邊也沒有就業的機會 也沒有工作的機會 然後在這邊相關的運輸 補給也很難在這邊 長期待在這裡 然後就算待在這裡 感覺好像也沒有未來 都有這樣子的 這個很現實的問題要面對 也要去克服 所以首先第一步是要先家族溝通 然後得到他們的支持 所以我們的家族在我修復 提出修復之前 都有這方面的先前的討論 也得到他們的支持 所以我才開始做進行那個下一步 下一步是指修復就面臨很多問題 第一個修復的人員工班 工班怎麼組成 然後工班大概有多少的人力 找不找到工班 因為現在在這邊做修復的工作 要長期待在這邊 不是每天上下班 因為你看這個上來 那個路程就要將近半天了 然後還要待在這邊 然後這邊也沒有任何的娛樂 可以講說沒有什麼現代的娛樂 然後不管是生活上的 或是相關這些材料上的渠度 也都比較困難 所以在這邊的工班 在修復當中是非常的艱辛 我的工班平均六十歲 有技術的老人家很想幫忙 可是他們上不來 體力啦 還有這些可能醫療上的問題 使得他們都沒辦法來參與 所以變成我們要找這個工班 要找年輕的族人 跟找這個有技術的老人家 都面臨兩方面都有困難 老人家的智慧經驗跟年輕人的體力 能夠這樣子結合是最理想的 但是很不容 第三個比較大的難度就是 材料 材料就是木料跟石料 那石料的部分就是 這些石板 我們講那個石板 石板要去 傳統上都要去 柴石場那邊去 那邊打石 然後再背回來 以我們工班的這樣子的組成 跟我們的年紀 真的是很大的挑戰 這些石板真的是不容易 這個石板當然是它有分公母 還有一個比較 比較這個破爛型 我們叫做引爆石板 引爆石板就是有這個破爛型的 比較硬度比較好 硬度比較好的 大概是在一塊那個前面那個 支撐這個前面的 你注意看那個 我們蓋石板這些 立的那個 立起來 因為都是要用那個 比較僵硬 它比較不會斷裂 而且比較厚 比較軟 你用那個 一般那個狀頭 它會不行喔 不行喔 零拿 以前 以前我們蓋石板 我們就開始挖那個龍褲 挖龍褲完畢之後 你不是要開始打那個嗎 打機組 它要做一個儀式 因為要打地機啊 然後就做那個 補儀式 嗯 補儀式 只是清而已 那個是清把那個 還沒有挖 只是把那個 範圍清出來 它就開始補 那個儀式 就開始挖 挖一挖 然後開始疊那個牆 這個 它先做這個 中間這個牆 做完這個牆的時候 再來做兩邊 因為它是刺撐 刺撐兩邊 它就像我們 我們兩男人的肩膀一樣 這個牆做完的時候 不是要上涼了嗎 上涼了嗎 上涼了 那時候 又要做一個儀式喔 嗯 所以我們要上涼了 這樣 然後就會到裡面 就去辦 會帶做那個 那個 小米糕啊 然後你家裡有肉 有魚啊 你爸媽有芋頭啊 有什麼這些用心 就開始做那個 那個 那個九陵住那邊 他會選擇說 因為每 入凱族跟排王族 都會有那個東西 他就會 我們要 因為他已經成型了 他就會 在那邊跪下 然後去 祭拜 所以我們要 我們的房子 要善良了 這樣做那個儀式 祭拜祖先說 希望能夠 散散啸酒 睡ane victorious 休息 散散啸酒 始終為念 直至順 睡中 Blaise 火燒 黃浹 夜 只好 能夠 甜 小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个工班第一个人力也不足 年纪也大了 然后搬运上也有关 然后这附近也找不到那些了 因为自从造林之后都是相似树 相似树也还是不错的木料 只是比较硬 比较重 所以就变成就要比较辛苦 把它取下来 然后再把它运回来 所以这个部分是人力 还有木料 还有石料 这些都是在整个传统的石板 我的修复工程上面 比较大的困难 我们当晚很多东西我们把它运回来 我现在慢慢提醒 有时候我们用了很多现代的东西 是它辅助是好 可是不能用太多 我们不能放太多东西 因为它不像石板 你直接盖房子的时候 你还是不能做这个东西 就拿孩子只能盖 然后等到你盖好的时候 有了这个屋顶 那你奶奶 你妈妈 你姐姐姐可以进来 你可以进来 她可以帮你 帮什么那个 你姐的还不 有一些漏洞 她会姐那个小石板去塞 补助 她就会拿那个小小的石块 去塞那个石缝 然后用那个小小的木头 这样去捶 就是做到最后的修饰 对 但是在结构还没完成之前 女生是不能靠着 对 上完粮 然后做那个仪式的时候 才能进来 像我已经40岁了 跟部落已经脱节了 将近二三十年的时间 公帮里面算是我年纪最轻 比起盖石板屋 我觉得许多是 它是一个技术 但是最大的收获是 我用百分之一的体验 在体验我以前 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 就是我是觉得 我是用一个百分之一的体验 我在体验他们的生活 原来这种生活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为什么 鲁凯族对鲁凯族的石板屋 它不是就是 它不是就是一个房子 它是一个跟文化历史 想结合 还有你部落的很多的感情 因为石板屋不是你一个人改 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家人 有可能是你隔壁 有可能是你的朋友 有可能是部落所有的人 在帮你一直慢慢地 把这个你的家改成 所以得到的东西 不是只有在石板屋 你得到的东西其实是这个 你知道原来 我们的文化是这样子来的 我们当初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我们的传承突然出现了 一个很大的断层 传承现在变成我们自己 鲁凯族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当初大家都在努力做 对啊 所以我们也希望 真的有年轻人 不管是从那个部落来的 都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不能没有年轻人来学 如果你在年轻人这里 他们以后都没有办法做 年轻人这里你学不到 所以以后传统你不会了 但是你还看得到石板屋 但是你看不到传统屋了 就是以后 一线在外面再盖的这些 里面可能有 可能有干净 有水泥 有一些现代的建材在里面 对啊 盖起来的 很像现代化的房子 工工整整的很漂亮 对 传统屋可能就没有 可能就没有 对啊 他的房子也不会呼吸的 对啊 不像现在这样子一样 当然就是 只能说很感恩啊 这么多人的协助 包括政府的 资源的益助啦 还有这个部落族人的支持帮忙 工班 很辛苦的工班 十几个人 一年来 任劳任怨啊 这样子 很辛苦的完成这个 家屋的 修复的工程 而且还有我的碑工 二十几个碑工 这个运送这些材料啦 物资啦 食物等等 穿梭在这个 古道上面啊 他们真的都是 无名英雄啊 这个家屋的建造 他们也是很多人的努力 才有这样子的 家屋的 再次啊 这个再现代这个 就好找剥落啦 当然也要感谢祖灵啦 对我们的庇佑啦 还有赐佛 我是个徒努 我跟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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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这个棱子里吃 他吃孩子 那得吃 这那些 我跟他们一样 在家伙ne 我跟他们一样 他们有很多 我跟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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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就能做到的是 我不想做到的 所以我可以去做一些 我會去做壽命 每個女生都在做壽命 想像互動 要在他們想這個 他們想去過壽命 我們想要去做壽命 有点好 如果有点兑现场 接近就能让你去旁边 那我们会去旁边 就能让我们穿上广告 对地方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会去旁边 然后我们会去旁边 这些东西 我也是在这边一段时间嘛 我们寻寻觅觅想 还能够看到晚日的那种美景 但是这个 这样下来是很不容易 那看到老师 他真的有心就是 盖了那么很可爱的房子 我的心就很感动啊 就觉得 若可以参与他的这个 崇建家园这个工作 也是一种很荣耀的事 所以他就把这个 这样蛮重要的事情 让你负责 所以我就会觉得好 那是这样子来表现一下 就是参与 为他祈福 我就觉得很美的一件事 我们还小的时候就 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我们不知道 就像到平地之后 我们现在是到教会啊 这个基督的思想 这个就被当忘掉 那现在要来这边的时候 赵老师要 要用那个原始的那个 当初部落再用的这种仪式 是难能可贵 问题我们就是 这些新鲜人我们不懂啊 那所以我们有那个 我特别跟赵老师说 我们简单没有关系 最重要是我们的诚意 我们跟我们的祖先沟通 让上天那位创造宇宙啊 也祝福我们的祖先沟通 看到我们的用心 会祝福我们的家 这样讲 我就想在天之灵 你们都看着吧 小孩子做事情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们是不懂 我们是婴孩 那就亲民包容 你就看着我们 这个内心的这种渴望 这个诚意 就是这样 大概我以这种姿态吧 现在就是从此时此刻 这个巴鲁达斯 巴鲁达斯 巴鲁达斯 我们要把它盖印在这个门门 那我们要请西西里 我以后自己种植这个 巴鲁达斯这个 开始从此时此刻 跟一百年两百年后 这个巴鲁达斯那一刻时候 又会有一个朝代 也会看到另外一个时光 我原来我们这个家名就是一磅 但是我们都会分家 那我不是长子 所以我没有继承这个一磅 一磅家 那像我的话 我是新盖 那就要取新的名字 按照我们卢凯祖的传统的家务的秘密 跟分家的这样子一个观念 所以我等于是从我的大哥那边分出来了 意思就是我已经可以独立了 可以独立自主 那等于是就是算是一个 可以对祖先有交代了 就我不是一直依赖在我哥哥那边 然后好像自己是没有出息这样子 等于是独立出来 然后建造新家 这个对卢凯祖或排湾祖来讲 应该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独立的 可以就算是长大 已经成家立业的意思了 那我这个新的家名就是巴鲁达斯 我们第二杯要进的是巴鲁达斯家族 从此以后 我种一下这个深深的这个根鸟 人啊 这不是白鲁达斯 干啥 巴鲁达斯就是 就是一棵树的最高的树梢 意思就是说 希望这个家务的主人 以及他的后代 他能够被祖灵 被上帝赐福 对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巴鲁达斯来 去鼓励我们的 比如说我的小孩或是我的子孙 就是你看长辈 给你们这个巴鲁达斯 就是期待你们这样 所以千万不要侮辱了这个名字 要勤奋啊 要努力啊 让那个仁如... 不是 就是仁如其名 就像住在这里的人 但是家人都能够符合这个家务的意义 好 先看这里哦 好的 来 一 二 三 耶 来 等一下我们那个空翻器 大家也看一下 来 先拍我们 来 这位手 这位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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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老人家走的時候 他的最後一眼通常就是 有沒有機會回到 那個出生長大的救號場 所以我們這些晚輩 親到人家這樣子臨終的一眼 我們也是會有很多的無奈跟感慨 因為要是當年政府三地平地化 沒有這樣子一個強烈 一定要為我們辦到三下化 也許我們救阿查 大家都還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就只能就 先努力在目前這個路還沒有修復前 我們先用目前的有限的能力 先來做一些這邊的那個 這個家務的修復 等到大家都有共識了 覺得開路或不開路有一個共識的話 我們再看下一步看怎麼來去面對 然後新的這些新的挑戰 古差不換1010 其實就是這個1010是這邊的海拔 所以我們把這個叫做1010基地 所以這個門牌是老師自己選的 我自己選的 對 因為我們千春的時候 整個行政村落的那個門牌 就無效了 無效了 所以我們自己做了一個名牌 就是 主要是跟我們的政府講 我們還活著還在 我們不是已經做古 這個部落是有人基的 有人居住的 而不是一個被廢棄的村落 或者是一個舊社 而是一個不僅僅是有人居住的 而且會越來越多人回到這裡來 生活居住 然後在這邊去創造更豐富的這些 盧凱族的我舊阿察的文化 回家的路有很多種方式 今天帶給大家有重新回到舊部落 自主修復石板屋 也有土地被徵收 雖然回不了家 但透過展覽 再次喚醒大家對以前家園的 美好記憶 只要找到回家那條路 會發現活得更踏實 及更有意義 感謝觀眾朋友們收看 這週的里馬新聞世界 也請你每週晚間十點 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平安 我們來看 我們要去看看 是我們去看看 我們下次看 可以讓大家看 現在我們過的 以及大家 還有一整個 我們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